罗志祥复出了 罗志祥和周扬青分守候 内地的终于和大爷 就掉了一干二净 本来长猪的极挑 跟他say goodbye了 连已经远超录完的创三镜头 也被剪得一干二净 本以为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查无此人了 没想到5月12日 最新一期的娱乐版分败正常播出 主持人依旧是罗志祥和蝴蝶姐姐 而且在宣传海报上 罗志祥也依然是sayway 虽然是分手世界以前就录制好的节目 但也代表一个台语的态度 看来罗志祥在台湾省的演艺事业 不会就此停摆了 其实这也早有多迷 多人运动事件闹得最沸沸扬扬的时候 就已经有不少台湾省一人出来站了队 邻居间好友吴宗献站出来替他说好话 因为年轻所以玩心还很重 但不见得真的有做错什么事情 罗志祥已经40岁了 不是4岁 吴宗献也许还觉得 男人至此是少年 不知道是做过多少大众接受不了的迷惑行为 才有这样的好心态 KB认为周扬青不应该在网上曝光罗志祥 他的态度是周扬青曝光他的行为 是在教坏小朋友 让小朋友学到网络暴力的使用方法 言亚伦也是相似看法 我觉得这样的分手方式 我不希望未来小朋友他们看到 就是不好好分手 就是要让他难受 两位 对小朋友稍微有点信心好吗 小朋友难道是提现木偶吗 就只要求周扬青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罗志祥不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吗 今天的苦果是曾经的罗志祥一点一点中下的 受害者有罪论 怎么就越用越上瘾了呢 也不用像某些网友要求罗志祥非要做个道德凯模 普普通通谈个恋爱 别整这么多妖蛾子 逍逃做 普普通通分个手 周扬青的想曝光都没什么好曝光的好吗 罗志祥朋友在社交平台内喊周扬青 心机中 分手就故意要让对方申办名列 然后成龙大哥附身表示 这只是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被上网冲浪的陈学东阁空路 对 别一天天给性别甩锅 言外之意 你家任你家 王全路上不丰陪 罗志祥团队工作人员 也都在为罗志祥打抱不平 曾经纪人的化妆师 都对周扬青非常不满 觉得周扬青是在抱负 可以说在分手事件中 也不少的台湾艺人 都是站边罗志祥的 早晨蝴蝶姐姐和罗志祥的微妙关系 刚被爆时 不少吃了鸡片瓜的群众 都想从娱乐百分百中看出点珠丝马迹来 于白的收视率不降胆增 接着于白的制作方巴旦就马上回应 这款主持的传闻是无中生有 和两个人合作都非常愉快 在罗志祥出示反台的隔离期内 台媒就曾经爆料过罗志祥团队准备的付出计划 据台媒了解 也这么接手准备 首先就是不会 开记者发布会道歉 也不会再做任何感情方面的回应 短期内连视频台方也不接受 其次感情方面估计是